所以當然最好回去 各位可以試試看就是Greeview 其實Greeview跟PhotoPlayer最大的差別是 上面這個PhotoPlayer是一張一張秀 可是Greeview的話有點像Gree 表格 它是有點預覽 給你比如六張 你點選一張它就跳出整個一張 不過呢 我們這個地方 現在還不會講到跳出另外一個頁面 而是顯示在下方 上面是Greeview 下面是你點選那一張 那將來的話還會再講到跳出另外一頁 因為跳出另外一頁這件事情 其實複雜度還蠻高的 因為必須要呼叫另外Equipity 然後呼叫另外一個畫面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那一張圖給叫出來 所以難度比較高 那下禮拜就是Greeview部分 請各位呢一樣 設計大概畫面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的話是一個Greeview 下面是一個Imageview 那如果說你要把下面的Imageview 改成縮放也是非常簡單的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另外的話呢 也許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Gallery 就是這個Gallery 應該各位有用過就是那個翼廊 那個翼廊部分的話就是上面可以撥的 向左撥一直撥一直撥 它會一直一直輪轉 有沒有一直轉一直轉 那你一直撥一直撥 它又一直重複 你點其中一張下面會顯示 那個叫Gallery 那這個部分的用法呢 也是差不了多少的 不過特別注意喔 Greeview跟Gallery 它這邊的最困難的點就是 它需要有個Adapter 這個Adapter跟那個Spinner有點像 只是Spinner是放文字 但是呢 那個Greeview跟那個Gallery 是需要一個Adapter 但是這個Adapter裡面是需要放圖的 是需要放圖的連結在哪個位置 你必須告訴它 將來那個顯示出來的小說圖要多大多小 這個部分難度最高 OK 這個部分的話呢 有這兩個 那再來下個禮拜 還有一個所謂的那個List of View 這個List of View 用到的機會也非常大 List of View 這個List of View 裡面的話當然就是基本的 到最後面第四個 其實最難的 第四個我先秀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主要就是說呢 把那個什麼呢 有沒有 把圖跟文字都放在List of View 這個是難度最高的 等於是要兩個Adapter 一個是文字的正列Adapter 一個是圖的Adapter 一個是圖的Adapter 這個難度幾乎非常困 可是問題大家應該最想要看到的是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圖又有文字 不過難度非常高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有 回去有時間的同學可以先看一下 另外剛剛同學有提到就是說 像那個什麼 如果說你要把網頁東西放進來 其實你只要學會一個叫Wave View 像那個JQuery Mobile 像PhoneGap那種東西 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那個Play商店裡面 除了我高速公路之外 另外我還有放了一個 另外一個Demo 就是徐志摩 所以你如果點擊我這個 點擊器台的話 應該在下面 會有一個 下面會有個徐志摩 馬上 OK 這邊有個徐志摩 那這個範例主要就是說 它很快 其實裡面根本沒有做什麼事 主要是用到我們SDK裡面的Wave View 那裡面我只是把一個網站丟進來 讓它在手機裡面跑 這個是上個學期的課程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需求是 需要很多的文字 能夠顯示很多東西 但是你又希望畫面美觀 又不需要花太多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也許我可以把這個 因為剛剛有同學提到 可能你們看這個 會不會覺得 這個比較心動一點點 所以也許我可以教各位怎樣 如何把你一個網站 那可能也許我有一個成品 你們就自己把它download下來 放進來 不過那個怎麼做 也許那個沒辦法講 講了 太陽就講了很多 那你就可以把它包進來之後 用Wave View 再把它打包 也是一樣可以放在Play商店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點是 現在慣用語叫Hybrid 就是油電混合 那我這次就是 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Hybrid 就是把那個開發方式 本來是Android SDK的方式 再跟JQuery網頁的方式 把它兜在一起 否則以前如果PhoneCab做完之後 你要放Adobe的網站 它還要付錢 而且上架也還要付錢 另外它有一個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本來它可以連對外的網站 可是後來它把這個功能給取消掉 所以上學期我有講過 只能夠用這種方式 那做上去就沒什麼問題了 不過這個要怎麼做 裡面其實還蠻多可以分享的 那有興趣同學 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那也許你可以把這個demo的app 給下載下來 然後盡可能的往下看 下載之後的話 這邊有那個12345 OK 然後 也許可以提一些意見 我想這個我為什麼會做這個 主要是讓各位了解 看到了 那看到了表示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然的話說真的 這條路 這有點像爬山一樣嘛 各位可以看到嗎 在那裡 那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你們已經看到目標了 接下來就是 你要知道很多事情要做 OK好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那個剛剛的photo player先把它完成 然後如果完成同學呢 可以再繼續往下 那個下一個範例 greview跟這個gallery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沒有開發者帳號的同學 我是建議啦 大概美金都15塊 美金並不多啦 我之前你已經報名這個 學費都比那個還來得多嘛 而且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指標性 然後期末的話 我覺得最後一周看 如果大家都可以在play商店裡面 都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不用太複雜 也許你可以把今天的範例 稍微改一改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啊 至於你要放什麼東西 想想看嘛 大家也都用得到的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OK好 那今天的話 時間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 就先講到這裡好了